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提到脑出血,大家都不陌生,非死即残,育后很差。这是很多老年人最害怕发生的疾病。 但今天志恒提到的一种毛线团引起的脑出血,死亡率更高,危险性更强,且容易反复发作。 究竟这个极度危险的毛线团是什么?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新闻报道,今年52岁的张女士血压一直正常,因为多次头疼,去医院做过脑CT,没有查出问题。 13岁时出现过一次脑足中,剧烈的头痛,喷射状呕吐,呕吐后出现昏迷状态。 虽然张女士当时做了开颅手术,暂时缓解了病情,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脑出血的根本原因,头疼也一直存在。 34岁的石女士是一名新闻主持人,每年都会有体检,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 第一次脑出血发生在十年前,当时她正在写稿子,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 送往医院检查后被告知,大脑出现可疑物,医生紧急做了绒栓,之后逐渐出现了不认字的情况,随即出现第二次脑出血,在办公室突然晕倒,丧失意志,再次被送往医院。 专家解释道,上述的二位都是因为大脑里面有毛线团,所以导致反复的脑出现。 藏在大脑中的危险毛线团就是脑血管畸形。 它的出现就如同大脑当中的血流交通网出现了形似打结的状态。 很多患者都描述,发病时的状态是头要炸开,我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 这种发作无疑像是一场大脑内的原子爆炸,造成了头部的大面积出血,进而出现头痛,昏迷甚至死亡。 血管畸形就像是可怕的尼丘钻豆腐一样蚕食着大脑。 最严重时,甚至一半的大脑会出现类似虫视状的破坏。 脑血管畸形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它最可怕的是,会伴随患者终身反复多次出现在脑部出血。 每一次出血发作,都是生死考验。 大脑中有蓝色的静脉和红色的动脉。 动脉和静脉之间有很多个毛细血管。 毛细血管相当于动静脉之间的缓冲变压系统。 一旦动静脉之间缺少了毛细血管的缓冲,动脉中的血液就会直接冲到静脉中,造成脑血管的破裂出血。 同时,因为缺乏毛细血管的缓冲变压,大脑血液会选择没有缓冲带的问题血管,而不去供应正常的有缓冲的脑组织,使部分脑组织得不到有效供血,导致缺氧发生坏似。 而大脑一旦出现出血,血液肿块就会压迫到临近组织和神经。 常见的湿与湿毒状况都是因为功能区受到出血的压迫造成的。 晕 表现为突发眩晕,通常表现为事物时有旋转感、晃动感,部分人群伴有恶心或耳鸣的表现。 头晕与头痛同时发作,短暂出现疑似或反复出现或加重。 麻 区别于颈椎病的一侧麻,表现为全身麻,这是大脑缺氧的一种表现。 黑 突然出现眼前发黑,一会儿又过去了。 这是因为大脑中的血流减少或流过视网膜的微小血块导致同侧动脉或眼动脉的血液供应不足。 患者会突然看不清事物或看到的事物不完整,感觉看到的事物模糊又重影,并且经常需要几分钟才能恢复正常。 语 大脑中有很多功能区,如果血肿压迫到决定语言功能的位置,那就表现为间歇性语言困难。 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一般十几秒内会恢复。 恢复之后不会有后遗症。 困 接近于试睡状态的困,即便是在睡眠充足的前提下,也表现得十分疲惫或睡不够的状态。 1.寒冷天气 秋冬是脑族中发生的高危季节。 因为天气寒冷后,血管更容易静暖收缩。 血管脆性增加,容易引发脑出现。 2.血压 虽然血压不是造成血管畸形的根本原因,但是血压的波动却可能造成血管畸形的危险暴点。 掌握一天当中血压的两个小高峰尤其关键。 上午6到10时和下午4到8时,经过了一夜的休整,早晨血管状况更趋于稳定。 而在经历了一天的工作生活之后,下午阶段的血管状态更加疲惫,更容易出现脑溢血的危险。 专家建议,中午吃完饭,小气15到30分钟,可以把脑溢血的风险降低30%左右。 通过头颅的核磁共振检查,有可能发现脑血管畸形。 如果真的查出来有脑血管畸形,也不用担心。 现在有非常高科技的手段。 1.一个手段是在导航针的指示下精确地找到病变部位,并把它取出来,而不伤及大脑中其他有功能的部分。 2.另一个手段是使用伽玛刀。 这是一种完全无创的手术方法。 首先使用面罩,精确地找到病变部位,然后放射出高能量的伽玛射线,消灭病造而不伤及大脑的其他功能区。 在生活当中,应该做好脑血管破裂的预防工作,尤其是一些有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1.多进行运动。 运动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让血液更加通畅,可以吸食血液,防止血管变硬。 2.多喝水。 每天建议要喝足2000毫升。 多喝水不会让血液太过于粘稠,会让血液流通速度变快。 3.要有好的心态。 预防脑血管破裂,要有一个好的心态,要变得开朗一些,多一些笑容。 4.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要定期检测这三个指标,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如果本身就有三高疾病,就更要把这件事重视起来。 脑血管破裂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抢救得不及时,还会有生命危险。 日常生活中要了解脑血管破裂的前兆。 当出现这种表现的时候,能够尽早地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预防工作也是有必要展开的,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出现了脑出血后,应该如何处理? 首先,拨打120急救电话。 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应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果口腔内有异物,应清理口腔分泌物,使患者侧卧位,把口腔的呕吐物排出,等待救援。 其次,不要乱服药,比如阿斯匹林或者硝酸甘油。 因为如果是脑出血,服用了这两种药物会让出血症状加重。 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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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